嗨,我是Daisy,今天是奥运专场 我想从自身的角度出发 根据国内主流媒体关于奥运的报道 来分享一下我认为通过这次奥运 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的一点小小的变化 那就直接开始了 第一点是年轻运动员的沈发言 让人真的觉得这一届的8090后有点不一样 杨红禅和陈雨昕在一起获得了女子双人10米跳台之后 一起对着镜头说了一句拿捏 然后在之后的采访当中有记者问权红禅 知不知道拿捏的英语怎么说 记者可以教她 然后权红禅直接回了一句 不知道,不想学 后来又有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她 很多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但她想问一下权红禅到底飞得累不累 然后权红禅非常老成的回了一句 谁不累啊 然后扭头就走了 潘展乐在拿到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的时候 看到央视记者就直接告状 他说我在下面跟查尔莫斯打招呼 但是他一点都不理我 包括美国队的阿列克西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他在翻转的时候就直接拿水 撒到教练身上 感觉有点看不起我们的样子 告完状之后 潘展乐还问央视记者说了一句 这个能说吗 冒旧混装换军王楚清 在打完比赛之后 看到记者采访有点多就直接说了一句 你们放过我吧 我们要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准备比赛 因为在之前的印象当中 感觉运动员的发言 大多数都是感谢某某某 不拉不拉不拉 并不是说这种感谢之词不好 只是说会有一点格式化 或者有一点刻板印象 但是就是这一届年轻运动员 他们耿之有理的发言 会让人觉得很有自信 眼前一亮的感觉 在赛场上 他们是惊艳老道的运动员 在赛场下的采访中 他们是略显志气的逗访者 有很多想法也就直接脱口而出 训练并没有摸摸他们最真实 最可贵的东西 这一点就让人会更加喜欢他们 嗨 我是Dais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我会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如果喜欢就请点赞订阅吧 第二点是公众已经意识到了 成为奥运冠军 并不仅仅依靠日积月累的训练 草根逆袭的例子固然存在 只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家庭的支持和托举 倒不是说登上奥运赛场是不需要努力 而是说登上奥运赛场不仅仅只需要努力 女子网球单打冠军郑庆文 她走的是体制外的道路 体制外的训练道路需要自己准备比赛训练 包括是教练的所有费用 尽管她父亲是做外贸生意的 收入也还可以 但是也仍然感受到了 女儿因为从事专业的网球训练而带来的巨大的财务压力 为此她不得不卖掉了老家的房子 欧洲网球比赛的费用一年至少是300万元起 前面说过的双日女子调财冠军陈雨希 她出生在体育世家 她的祖父是练体操的 她的父亲也是练体操的 她的妈妈是体育方面的副教授 之前看到网友关于亲子关系的一条评论 她说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成为下一个郑庆文 但是他们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能不能够像郑庆文的父亲那样 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去孤注一掷地托取孩子的未来 第三点是我发现国内奥运已经不再强调奖牌榜了 就这一届很少看到有新闻报道标题是说 中国在奥运会上奖牌榜第几名 然后摘得了多少枚金牌 多少枚银牌 我觉得在我小的时候还蛮常看到这种报道的 另外有这点相呼应的 我发现这界已经有点不那么以成败论英雄的 虽然大家都知道竞技体操是非常的残酷 举个例子吧 张博恒在体操男团资格赛和决赛 个人权能自由体操 双杠和单杠比赛上都挥汗如雨 但是都因为某某些意外而没能得到金牌 但是他本人却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大量的粉丝 因为参加了特别多场准备了很多很多套动作 官方媒体对他的评论也是军书12卷 卷卷有其名 第四点是女性力量 可能是因为这届奥运会是第一届男女人数完全一致的奥运会 也可能是因为在开幕式上出现的杰出女性的雕像 比赛期间听到太多关于女性互帮互助的一些特别美好的故事 这是跳水运动员相互支持相互守望的故事 跳水三米板大满贯郭晶晶 在退役之后变成了这届奥运会的裁判长 收获五枚奥运金牌的跳水运动员陈若琳 在退役后成为了跳水队教练 指导拳红产获得了奥运金牌 这是世界第一和世界唯一新火相传的故事 61岁的华裔卢森堡女拼运动员尼夏莲 曾在83年的时候代表中国取得金牌 这届奥运会中国乒乓混双对战朝鲜 由于尼夏莲和混双选手金勤英都是现意少见的长交打法的选手 而朝鲜很少对外比赛缺少资料 于是尼夏莲决定在比赛之前给中国队当陪练 但接下来就是尼夏莲和孙颖莎的女单小组赛 她的选择无异于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在孙颖莎的面前 可是她没有一点犹豫 7月30日乒乓球混合双打 中国队4比2战胜了朝鲜 7月31日乒乓球女单小组赛 孙颖莎用尼夏莲教她的方法打败了尼夏莲 这是意料之外的故事 赛前刚发完烧 又碰上生理期第一天的张雨飞 拿下了女子200米蝶用的铜牌 年龄最小的11周岁的运动员正好好参加滑板比赛 她说因为参加奥运会 他们家的祖福要从她开始泄气 第五点是对专业的尊重 每年奥运会都会有不同平台 会对奥运会进行转播 今年我发现周边的人很多都会看咪咕的讲解 后来一查才发现因为咪咕请了特别多 拿过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来做这一次比赛的讲解 就又有趣又专业 方球请了邓雅平和许昕 跳水请了吴敏霞和张家琪 体操请了杨威和刘璇 热机请了杨倩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怪不得获得了大家的一支好评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赞订阅吧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